第二段下,皇帝万两,大家好,我是安卓公小米 现在网上接了一个装码头的单子,然后是万师傅的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情况 客户站现在是个毛坯房 啥都没弄 地面打的是水泥的 这个就是拼多多买的码头 看一下这个位置,也是水泥的 这里还是湿的,全是水 我都不知道怎么装了 最关键的我们还是看一下这块马桶 在我们线下店买的话应该就是250到300块钱 看看下面 这是一个双孔的 还有一个孔子需要堵掉 堵一个 厂家带的这东西 这个活不好干呀 这里是个半圆形的 这是个圆的 关键这个法兰套上去 这种感觉怪怪的 怎么是这种感觉的 这咋用 这个怎么用 装在哪里合适 把前面的堵了 用后面的 盖上三连的 现在看一下是怎么堵这个东西 现在我们给它把这个胶打上 这个也打了胶 我还是直接上手吧 这样弄好以后呢 装这个 装这个发拉的 装这个发拉的 拿这个塑料壳 像这样 像这样 给它做一个二次的保护 给它做一个二次的保护 这个怎么弄 看到没 套上法兰以后的 全是空的 这只能补胶了吗 拿胶把它全部都补起来 大家看一下这是补完的效果 里面 全都给它封死 怎么说呢 这个马桶肯定是 一桶交 都给它干进去了 亏钱了 这个活得太不好干了 我们买马桶的时候 千万不要买这种的 千万不要买这种的 这家业主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水泥地 房子也装下的特别简单 咱还啥都没弄 说是后期要做木地板 但是这个马桶也只能这样 先给它装上去 拿这个塑料盖做一个保护 相当于二次保护 它以后是不会漏水的 这个周围全是空的 现在把胶给它打满 打满给它封死 装上去 应该也没有问题 这个脚毛机的切割片是我新买的 今天就试一下它分不分离 看这样子的 用了几天了 用了几天了 可以吗 好吃吗 好吃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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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地面吹得 稍微干一点 看起来还是特别的湿 不过表面好像干一点 我打算给它做点过去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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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好了 现在给它撕一下水 没有问题就收工了 这个水箱还可以 水还是放了不少 盖子 给它盖上 看起来还不错 这个马桶装了一个小时 这个装快了 但是所有的细节我已经做得很到位了 因为越是这样的马桶 其实越要小心翼翼的去弄 搞不好的话就会漏水 好了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观看民宿后期更多精彩视频 点个关注支持一下 谢谢